大家看一下 我们腌下收针 制了一部分以后我们量一下 从收针这里开始量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我们儿童的一般是6厘米 7厘米8厘米 长人的一般是9到12厘米 我们在编制的时候呢 要注意一下 这里的收针我们要在反面收 我们先制过来 生理好 我们再一次 使用很多暗屏 做着错误 我的肌肉 是我 做得好 我可以放松 仍然包括 藉口 就做出干0 做出干0 夏尼 糖 谢谢 吊 ainsi 一定要注意 现在我们是反过来了 这里呢是我们门巾的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图纸 这领口 首先是平收六张 儿童的一般平收六到七张 成人的一般平收八到十张 第一针先挑下来 平收和我们腋下是一模一样的 一针 两针 三针 四针 五针 六针 六针收好以后 全部下针之完 这里我们继续注意我们的排花 我们继续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图纸 儿童的一般收三到五次 和腋下的收针方式是一样的 这里我们可以针放在线的底下 往上挑 线拿到前面去 拉紧一点 继续针过来 然后调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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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 收针的方式是一模一样的 针放在线的底下 往上挑 线拿到前面去 制一针过来 调过来 这样就等于收了一针 剩下的下针之外 下面我们再收第三次针 这里我们注意一下 最后一组花能组成一组 我们就扭一下 如果不能组成一组 我们就不需要扭了 直接组过来 我们第三次收针 针放在线的底下 上条下来 线拿到前面去 把这一针调到后面去 儿童的一般收三到五次 成人的一般收六次 直到下面一部分的时候 我们再次讲解 大家看一下 我们领口部分收针结束了以后 继续望上编织 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 我们整件衣服 后面是没有挖后领窝的 所以这款相对来讲比较简单 这个时候建议大家 前片要比后片多两盘 这样子我们后面 缝合在一起的时候 整件衣服领口部分 会更好穿一点 所以这里具体织多长 我们可以跟后片比一下 比后片多两排就可以了 我们在编织的时候注意一下 当我们确定了我们的长度以后 我们就来织另外一片 我们就来织另外一片 拜拜 要不告诉我们的长度以后